这回我肥带给哥断钱 我宠小孩 他都给我随一个一块的大硬币 真丢人 你生小孩 你哥哥给你随了一枚硬币 我先上手看看行吗 这桶硬币我一算 肯定不会值钱了 叫我七块 公伯平级 MS63分的大清宣山 还是一个龙尾出云的深板龙 特别漂亮 车轮转光 这东西不错呀 这东西不做啥呀 这不都一个的硬币吗 一块钱能值多少钱了呀 确实 这上面有个一元 刚才听你说是你哥哥送给你的 这是你啥哥哥 这是咱亲哥 你都不知道咱这个亲哥有多口 亲哥 对 那怪不得 要不是其他的人一般也不舍得 拿这块银元来水里呀 这东西能值多少钱呀 我都说咱哥口门吧 咱亲哥 乖乖留钱了很 特别有钱 对 北京上海深圳 说实话 开的都有公司 都有公司 对 可以说 咱家里边的脚 这咋说 他一名 这不是我省个小汉吧 他侄子的 亲这的 那是 他说我们这个 这亲这能难了 是吧 给送拿个好总益 送个好的 这说给说 是吧 这办的事可不拍张 这到事给上来 这回来可气派 开个好车 又买了各种东西 那有面 但是呢 这倒是随分子的 说让他朋友啥呢 你知道不知道 不啥不啥呢 五百一千 还有两千的呢 哦 明白了 反正就是 等于说 满月酒的时候 就一般的朋友 对 还给这个千二八百的 对 这跟他亲哥 你才啥时候 到哥来 也没见红帮 他说的 这东西是 给他亲侄子 留了一个 啥 传家包 啥 这个 可以当传家包留着 又说 路好 又啥 都没说直前的事 我当时 我都有点不高兴啊 等于说 你哥哥就没给小孩 准备红包 拿这块银原 代替红包了 对 是吧 我都齐这 这能值大钱 这不一块钱 实在啊 你心里面想着 你哥 如果说给红包的话 给小孩拿红包的话 你心里面想着 给多少钱 你能满意 我估计 在别的朋友搞吧 那个五千块钱 应该差不多 五千块钱 对 那这就得了呀 那你这说明 你对你哥 这有误会啊 哦 这是啥意思 这也是大清悬山 刚才说了 公博评级 MS63分的 这是极品 没有流通过呀 这侧论转光 这么漂亮 你可能不知道 它的价值 这玩意儿啊 是龙阳三剑克里面 最漂亮的 它还有一个外号 叫大清神龙 哦 大清神龙 对 所有龙阳的银原里面啊 就属它最漂亮 属它八起 就普通品项的 没个万二八千的 你也买不着 更好看这种高分极品的呢 哦 您的意思 我这更值钱 那价值不低 我这样吧 我给你估估价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你也可以卖给我 我收这东西啊 走走走 你看看 像这个品项的话 我估计啊 现在市场价 最起码得在三万左右 多少 三万左右 三万 对 乖乖 你可别忽悠啊 老板 不忽悠你啊 刚才就说了 这是极品的 普通的还得 只个万二八千的呢 三万 对不对 你刚才想着你哥 要是给个五千的红包 是吧 你就特别开心了 这一下给了三万的东西 还不开心吗 更何况这东西 还是可遇不可求的 刚才就说了品项极品 车轮转光 你想一下 大清银柄 那晚清的东西啊 距今已经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的东西 保存到现在 跟新的一模一样 你想一下 可遇不可求 你可能有三万块钱 不一定能买得着 你不说 我真不知道 这个东西快喜全 你白口呢 当传家宝 搓搓有余 看吧 我都说这东西不便宜 哥啊 他从小时候都疼我 他都不如那小企人 他不会拿这便宜东西 是吧 忽悠我了 这都是为了 安西伯尔在第二国 说这东西 什么营币 杀到一片一样 这我奇怪 这都是你媳妇说的 这事 对 这没事 这反正都是你们自己家的亲人 你刚才也说了自己亲哥 这都没事 回去给你哥说一说 把误会解开 不就得了 对吧 那这个东西 现在要出手吗 要出手了 给小孩留着 给小孩留着 这东西非常珍贵 那行 那行 啥时候想出手了 回来找我 忠忠忠 先谢个包包 没事没事没事